我不知道怎麼分 你搭的公車是台北還新北的 隨即問公車組 沒人知道 但未來搭台北或新北的公車 恐怕有差 台北市公車全票15塊 未來打算賬成16元 新北市公車票價4月初才審議 要是價格不便維持15塊 雙北公車將價差1塊 還是有差 我覺得應該還好 車票一地兩制 有人很在意 有人不在意 公車算 台北還新北的 最簡單的區分方法 是看公車號碼 開頭是123號次的歸北市管 開頭是789的 則多屬新北全責 台北市目前管轄284條公車路線 新北市則管254條 建議就是雙北的公車的票價 應該要一致 避免說民眾他可能早上是 搭了一個16塊 下午回去搭一個15塊 是會造成民眾的一個混淆 哥市長你不要帶壞其他各縣市 票價一旦漲上去就回不來 北市希望公車票價一起漲 議員則呼籲雙北應該一起漲 實際比較 高雄市公車票價12塊 台中彩里程計費 新北市15元 台北市的16塊 會不會變全台最貴 雙北論壇後就有答案 記者 綜藝 我賞的市民 積極的市民